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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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大家好 我是新一陳奕琪 2017年年底的時候 美國民主基金會舉辦一個研討會 他提出一個叫做 sharp power 瑞實力 尖銳的瑞 這個概念 他用這個概念來形容 中國對西方民主國家社會 進行社會影響力的 擴大的一種滲透方式 隔年差不多2018年年初 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 他也來報導了 中國瑞實力的概念 引起西方國家的社會關注跟討論 簡單來說 西方民主國家 他最近開始重新思考 不是說隨著威權國家 比如中國跟俄羅斯 尤其是中國 他們的經濟快速崛起之後 中國在全世界透過一種 跟過去完全不同的方式 在影響世界各國 擴增它的影響力 這個現象 到底要用什麼概念跟論述 來掌握它 理解它 跟解釋它呢 原本 西方的學術界的討論當中 國家的影響力有兩種 一種叫做所謂的硬實力 硬實力可以說就是它的什麼 就是它的經濟實力 它的軍事實力 拿著槍拿著槌子指著你 但是中國只有拿著飛彈 對準台灣跟周邊的國家 但並沒有對準其他的西方國家 第二種就是所謂的軟實力 軟實力會透過它的文化跟價值觀 會輸出這種軟性手法 來吸引大家 吸引西方國家對它的尊重或喜歡 但是中國是一個專門出產 三聚清安 牛奶粉 竹瘟 三兆 盜版品的這個中國 根本沒有所謂的軟實力 來吸引世界的人 所以中國擴增他們 以世界各國影響力的手法跟方式 就是利用西方國家當中的各種自由保障 進行操控控制審查 來達到自我審查效果 像小刀或者鋒利尖銳的方式 來穿透西方的社會 進行煽動分化等等 然後最後讓西方社會能夠做出 有利或符合中國利益要求的相關的政策 叫做銳實力 中國這種特別的銳實力 因為遊走在西方民主社會當中的灰色空間 例如利用言論自由來打壓言論自由 導致西方民主社會當中新的難題 一個無法去抵立的難題 所以過去兩年當中 西方國家很多地口都在探討 中國這種特殊的銳實力 以及如何防止這種銳實力 對西方社會的滲透跟破壞性的影響 台灣當然一定是中國銳實力滲透的重災區 尤其西方學者認為 台灣是中國滲透的實驗室 所以台灣社會真的要認真思考 如何防範中國銳實力的滲透 中國並沒有併吞西方國家 但整天想併吞台灣 所以想要安居樂業的台灣人民 真的要好好思考台灣目前的危機處境 醒醒吧台灣人 我是信一陳一琦